在世界各地收听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今天是七月二十日星期三 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克雷斯 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 神对你的计划 因我们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了行善 就是神已预定了叫我们行的 以佛所书二章十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以下的内容 今天的开篇经文很美好 我不想让你错过其中的祝福 因此请再大声地读一篇 仔细地深思地读 在这里 神的灵正在对每一个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说话 每一个接受了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之人 我想让你看着神现在正在对你说话 因为祂确实在说话 我喜欢扩大经典版圣经旨意中 对同一段经文的翻译 因为我们是神的自己的手工 祂的公义 在基督耶稣里重造的 重新深处 使我们能做神为我们预定的 事先计划的美好工作 走在祂先前就已经预备好的路上 这是我们应该行在其中的 来活祂预先安排的 并预备好让我们活的美好生命 以佛所书二章十节 扩大经典版圣经旨意 你是神的公义 祂的手工 祂的设计 祂的精工 细作 这意味着神在你身上有祂的商标 是认证你身份的证据 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 最好的商标 因此 你永远不应该考虑失败或被打败 你太崇高了 不可能失败 太优秀了 不可能被压制 而且还没有完 接下来 祂告诉你的是 使我们能做神为我们预定的 事先计划的美好工作 这意味着 你的生命不是一个意外 神已经预先安排好了 祂想要你活出美好的生命 这是祂所预先安排好的 祂为你计划了一个美好的生命 就在这世上 是你现在所活的生命 神已经预定了 你去做美好的工作 并预备了你在生命中 应该追随的道路 有的人住错了地方 上错了学校 交错了朋友 有的人还做错了工作或生意 为什么 他们走了一条 与神为他们预先安排的 不同的路 但神已对你有了一个计划 你被神设定了航线 通过神的话语 跟随祂崇高的计划 神是配得称颂的 接下来我们平静我们的心 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对我生命的想法 计划 旨意 和目的的完整 深刻和清新的知识 我在你完美旨意的中心 我走在你提前准备好的道路上 或者你为我预先安排和准备好的美好的生命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想要了解更多 请参考以下的经文 耶利米苏 耶利米苏一章十五节 M.S.G.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我们相信你 已经从这本书中得到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祂为我而死 神又使祂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祂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祂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 我感谢祢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 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阿们 恭喜你 现在 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拟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的方式 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 citoy��